南鳳雅電賣離第29年 今年特別走出台南 要向全台灣介紹郵集的土地電影 現在孫悔回來到台南 並選擇在愛國輔領館 古板恰観東台記 鴛雅上電郎 透過作品 讓民眾臨時過期已經消息 也是不一樣的台南名望 台南地名的南鳳雅電 一直都是南台灣土地電影的勝出 今年開始擴大國際交流 並走出台南古板孫悔 希望讓各個人住在土地電影 現在又回到台南 古板恰観東台記 南鳳雅雅雅的地質學 他為雅雅雅雅讓大家設置台南無同的貨物 今年四逢是我們國際交流的這一年 那我們在年初先跟澳門獨立電影節 以及鼠山成績電影節做了合作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採用線上的方式 把我們的影片跟導演 在空中跟大家相會 我们就是觉得应该要做多一点事情 所以影展除了半展之外 我们试图做一个转变 我们想要变成是一个平台 那也刚好今年很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政台合作 所以变成是结合了艺术家的一个特展 这一条电十三号在爱国福音馆胜大来电馈 会中除了产电的结果和各院出信 兴致美书长李梦彦和台湾西副市长赵清晦役共同出信 并且解释台南无法改的赏赏 我们在台南所办的影展 跟别的地方所办的影展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关注人文 关注环境 关怀弱势 我们不是一个商业化的影展 不是用金钱去堆砌的 我们是就像刚刚赵副市长跟我讲 我们是素人的投入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事业 那也是一群热爱电影的 包括像林启臭林老师所带领的团队 大家对电影的 既对你的热爱 对人文的关怀 对环境的一个关怀 我们办这样的影展 大南市是一个很特殊的西区 我们2024就要400年 所以我们这边的点点滴滴 包括我们收入的这20年来的这些素人的影像 包括我们创办的这个家乡记录手 等等的这些我们都会留存起来 作为这一个城市最重要 庶民基层的生活记录 这个对这个城市将来到2024年 我们共同来说台南的故事 电影也配合古板作团会 同时结合贵人散布营业这 透过澎湖变土面上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可以认识电影到 接下来给市当中的台南 当时为台南建设四百年的文化保存来做努力 记者郭伯义 中西区 蔡宏伯德